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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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黎 我怎么看 这个我都觉得不对 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大夫啊 跟我当年圣登登的那个大夫 说的一样 你说问他是男是女吧 他什么都不说 问他有没有问题吧 他就让拿着这个去找门诊的大夫 可是你听听门诊的大夫 说的都是什么呀 有些疾病是查不出来的 那万一到时候孩子生出来 有什么问题 我们找谁去啊 这不是推卸责任吗 你别自己在这儿一神一鬼的 我没一神一鬼的 那孩子可是在你肚子里 你到底想说什么 这生孩子就是闯鬼门关 还是你带着孩子闯这一关 弄不好啊 就一个都回不来 弄不好只能回来一个 江林 不是我吓唬你 这事咱们得谨慎 那我能干什么呀 找个医院再查一查 查什么 排机型啊 江林 你现在怀孕都五个月了吧 那你说孕妇怀胎十月 不就是为了把孩子健健康康地生下来吗 要是孩子生下来到时候有什么问题 那你就得跟我一样 我可不想你再遭那回罪 那个大排解 咱们再去别的医院查一查 我就不信了 上海那么多家医院 那么多家医生 就没有一个肯说实话的吗 好 就算他们不肯说实话 那我们把这些诊断结果 都排在一起 什么结果 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我觉得你 是你过分紧张 这上面不是写着吗 都未见异常 况且不是说 那个臂超也不能多做吗 怎么他都也是放射啊 你从哪儿听来的 你不会是从网上看来的吧 他不能信 你别嫌麻烦 不就是多跑几家医院的事吗 我有驾照 我可以开武功的车呀 我带着你一家家医院都跑 我跟你说 只要是孩子能健康 跑遍上海的医院我都乐意 必须得确保孩子万无一失 我觉得真不至于 你就别这么折腾我了 这不是折腾你 要是孩子到时候生下来 跟丁丁一样 我告诉你 你哭都没地方哭去 丁丁最近怎么样 还是那样 不恶化就是好 我觉得吧 现在照顾丁丁比较重要 你不用总盯着我 空前你自己精神都不太好 不是睡不着 就算勉强能够闭上眼 也总是噩梦 我总梦见 丁丁参加学校的比赛 一百米跑第一 眼看就要到终点了 她去摔倒了 我想过去扶她都来不及 然后就被吓醒了 梦都是反的 你倒是挺会安美人的 我觉得你 你真的没有必要 丁丁的医院 还有我这两头跑 你看看 我爸妈是可以照顾我的 是不是叔叔阿姨嫌弃我了 不是 我知道我这个人是讨厌 但是照顾你是我应该做的 不是 我现在你看我 我能吃能睡的 我没什么不好的 况且你总来照顾我 你自己身体扛不住啊 不行 姜黎 我身体比你好 我抗躁 只要孩子能够健康生下来 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我现在觉得 其实你是一个挺好的妈妈 我是个什么好妈妈呀 我就是一个自私的人 武功和我离婚 我都没能醒悟 可是自从丁丁病了 我就开始焦虑 我就开始回想我以前犯过的那些错事 然后我就开始自责 我想努力地变好 但是我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 我就是一个无家可归 没素质 没文化的家庭妇女 可惜 我还没家 我还没想过 你丁丁还小 你还有的是机会可以从头开始 从头开始 我没想过 只要丁丁能够活下来 就是老天爷给我最大的赏赐了吧 到时候我一定像你那样靠自己 不再像以前那样 靠着坑蒙拐骗头 不及取巧过日子 我挣再多的钱有什么用啊 贫穷还是在我骨子里 我当初都在做什么呀 人家的妈妈从要怀孕开始 就做准备 锻炼身体 全家人戒酒戒烟 等孩子生下来了 就进最高档的月子中心 我跟他们一比 我都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我这么想人和人本来就不一样 是 人和人不一样 可能是我家庭的原因吧 我从小我就没有安全感 直到今天我才明白 改变命运 改变命运 靠不了任何人 也靠不了钱 唯一能改变的 是靠知识 靠态度 可是江里 我没有文化 所以我的人生没有态度 最可怕的是 最可怕的是 我不清楚自己的能力 我还管不好自己的愿望 何一 我不负责任 孩子 我也一样不负责任 当初我跟我公离婚的那会儿 我哪儿懂啊 我能吃饱饭就不错了 吃不饱 我就吃方便便 那个时候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挣钱 能从哪儿弄到更多的钱 大夫说了就是那个时候 缺乏营养 丁丁的身体才会变成现在这样 我现在肠子都毁清了 能有什么用啊 所以江里 你不能走我的老路 那些垃圾食品 一口都不许吃 那好吧 那你够了一张单子 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 要注意什么 我听你的 什么时候走 下周一的飞机 为什么突然要走呢 中国的项目已经完成了 马上要启动另一个项目 目的地在非洲 你是已经降临了吗 没有 你应该好好跟他告个别 对了 你可千万别说他胖啊 你说他胖他跟你急的 怎么他现在脾气很大吗 怀孕了嘛 肯定有点脾气 你们两个人打算什么时候复婚啊 巴子还没一撇呢 你呢 看缘分吧 我有一些临别的赠言 想要送给你 想不想听 你说 其实很简单 就一句话 珍惜当下 你呢 知道了 谢谢 那还有一句呢 是别人送给我的 我觉得也很适合你 那就是 在婚姻中 有的时候需要的是彼此的宽容 而不是一方的容忍 来 你怎么来了 我在这附近办点事情 顺道过来看看你 怎么样 小家伙他还好吗 挺好的 就是有点淘气 经常在肚子里手舞足脑的 而且白天睡觉晚上闹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你的脸上和你的眼睛里 现在充满了全都是母亲的光辉 那我该不会变丑了吧 没有啊 还是很漂亮 我都已经胖了二十斤了 这还是大夫说要控制 体重的结果呢 多吃些水果 他们说 孕妇多吃水果 孩子皮肤会好点 下周一我就要回美国了 休年假吗 不是休假 爸 我辞职了 为什么 是我向总部 递交了辞职报告 我仔细地想了想 满世界地跑了这么多年 是应该 抽出时间来好好陪陪我爸妈了 他们两个人毕竟年龄都大了 我要是再不回气的话 估计他们真的要住养老园了 而且呢 现在这夏威夷 刘爷爷挺热的 我打算回去之后 考一个导游指照 然后再开个旅行社 说不定你下次见我的时候 我就在夏威夷穿着沙滩鞋 戴着大草帽 手里边拿着大喇叭 再接待着中国旅行团呢 等你宝宝出生之后啊 你和武功可以带着你的孩子 来夏威夷玩 我全程招待你们 你见过他 好 要走了嘛 总归要道个别喽 他跟我说 他一定会做一个好丈夫 怎么 你不要告诉我你还没有想好啊 我还没顾上想呢 我还没顾上想呢 我觉得 你应该给武功一次机会 或者准确地说 你应该给你们两个人一次机会 武功这个人本质还挺不错的 我像他这个年纪的时候 还扑上他 别看我现在门指明明门而言的样子 那个时候我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 我背着我那把吉他 开着我那辆破的二手车 全美国地寻找我点我的梦想 坐在副驾驶上的 是我大学时候的女朋友 她也是一个重要 她爸妈都生活在北京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约定好 她要陪我来实现我的要本梦想 我呢 要陪着她去看天荒地 可到最后 谁都没有坚持到梦想实现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过得真的很苦啊 每天就睡在房车里 连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都变成了很奢侈的生活 其实那个时候 我已经失去了陪伴她的资格 可就算资格没有 我去音乐公司 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回来还要冲她发脾气 这样一负一人的结果就是 有一天我睡醒了 她走了 说起来真的很搞笑 她走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留 却给我留下了两百倍气 我去找过她她也不见我 我就把自己关在我屋子里边 带领一个多月的时间 每天就是 喝酒 一个多月之后 我才出去找工作 从那时候我才开始了我的 西装格里的身边神远 后来我再见到她的时候 她已经是一对双胞胎孩子的母亲 她跟她丈夫一起在超市里 给她的孩子摆尿不湿 但是 当时我印象很深刻 她走在前面 她的丈夫 在超市的柜台上结账 一只手推着婴儿车 另一只手拎着购物袋 用中国人的话说 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甩手掌握 但是我从她的脸上我能够看出她很幸福 真的 后来我们两个人又见过一次面 约着一起喝过一次咖啡 她跟我说她跟她的丈夫 也吵过架 但是吵完架之后呢 他们俩会坐下来 静下心来好好的抬一抬 检讨自己的同事 也要宽容对方 我来中国 临别时她送我一句话 我把这句话呢 送给了武功 你要不要听一听 在婚姻中 需要的是彼此的宽容 而不是一方的容忍 我觉得这句话说得蛮有道理的 我要走了 我呢也有一句话要送给你 要不要听 要不要听 如果说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如果不结婚 爱情终有一天 会死无葬身之地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走进坟墓 能相伴长连的 才是爱情 你不必在的 林一人は 最后要只是美的人 我专心地住院你和武功 能够幸福美满 不要够服务 对了 等你的小宝宝出生之后 记得多拍一些照片出给我 我在夏威夷等你们啊 到了美国 你要第一时间给我报个平安啊 好 对了 我给你买了几瓶豆腐乳和老干妈 一会儿你带上 给你们家老头老太太带过去 谢谢 你怎么知道我爸妈喜欢吃这些东西啊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你忘记了 以前我还在你公司上班的时候 你跟我说 你爸妈就缠中国的豆腐乳和老干妈了 看不出来啊 你这人还挺细心的 我这是细心得很低调 对了 江里要是生了 别忘了第一时间给我报喜啊 没问题 你如果在美国找了女朋友结婚 你可要告诉我啊 我人到不了 礼金必须得到 美国那边不流行收礼金的 按咱们中国的规矩来 我知道你是美国人 在美国长大 但是你骨子里啊 还是炎黄子孙 对不对 怎么上厕所那么长时间啊 来我扶你 上厕所怎么那么长时间啊 不是我 我刚才上洗手间的时候 我觉得我 我好像有点出血了 什么 患者呼吸困难发感血液结果还没出来 应该不会太好的 江黎 江黎撑住啊 江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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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许记了 大夫 情况怎么样 你是病人家属吗 是 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姐姐 通知一下他丈夫吧 大夫 大人怎么样 小孩怎么样 现在情况还不清楚 赶紧通知一下他丈夫吧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李莉呢 李莉呢 小姐 孩子手术 你们放心 我已经给五姑打电话了 她要过来 你给她打电话干什么呀 她早都跟李莉离婚了不是吗 真是的 老江 你看这李莉这孩子 她咋就那么不听话呢 我早就给她说过 让她离五姑远一点 离五姑远一点 她就是不听 你看 自从她来到上海以后 你说竟遇到这些个倒霉的事 她在老家的时候多好啊 多听话的孩子呀 门门打底你 门门打底你 这孩子就是太心软了 阿姨 小姐 你别着急啊 李莉会没事的 会没事的 阿姨 别着急 肯定会没事的 放心啊 周哥阿姨 不够 李小青 家里怎么样了 我知道 我突然间就流血了 我突然间收拾 刚刚不得好好的吗 到底怎么回事 我都不知道 都是我不好 我没成功 小姐家属 我是我是 我是她妈 我是她妈 签子 签签子 签签子 患者出现羊血炫塞的症状 那那什么意思呢 那是 会有生命危险 生命危险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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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坐下 坐下坐下 你别着急 家里那么善良的 肯定不达名大的 她说过她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 冷静你阿姨 冷静你阿姨 她不会有这些着急 好吧 没事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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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给我说清楚 你毁了我天儿的钱 都不说你还想让她的命 再推进去的她的 那今天咋不是你呢 你到底谁签字啊 我签我签我签 大姨 一定了什么 救我的闺女 救我闺女的孩子 放行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 可是现在患者的状况很不理想 你们要做好准备 快点了 不急了 你 你等着 我签我签我签我的孩子 我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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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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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也不愿意看见她造这个罪 当年我但凡心狠一点 把她拽回成都 也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些糟心事了 等莉莉好了 让她跟武功赴婚 老强 你疯了你 你傻呀 我心里清醒着呢 要糊涂也是你糊涂 我当年光是人家老五家的错 就没有你的错 你怎么回事啊 刚才是我晕了还是你晕了 我错在哪儿了 当年要不是你嫌人家老五家不够条件 人家武功能用假怀音的方法骗你啊 她骗我 反正我错了是不是 你这什么为理啊 你逼着人家武功跟你欠那个 母年凑够首付的协议 是不是 你什么目的 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什么目的啊 我希望我女儿过上好日子的目的 我有错吗 为了欠你那个协议 你又是视频 又是录音 好端端的一个女婿 让你给整成了一个贼 这就是买了房 那你连叔父能过得幸福啊 五年呐 孩子们 没有过一天的安生日子 为了你那个首富 忙着脚步着地 是 首富没凑够 但是孩子们的努力 孩子们的感情 你看不见哪 努力有什么用啊 谁不努力啊 婚姻这个东西 努力有用吗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你就是想在黎莉身上 实现你当年的梦想 你要是向黎莉学一点 那黎莉干武功 她就不会离婚 然后呢 然后让咱家黎莉 心甘情愿地给丁丁当后妈 给月小青当保姆 那头两年咱家黎莉 受的那些罪你都忘了 是不是 莉莉都跟我说了 当年要不是你装病 非逼着莉莉去成都 那就本有后来的月小青 知道吗 老江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你有什么想法 你就直接说 好啊 我跟你说 你不是觉得 你当初选错了吗 你还可以重新选择呀 现在不都是讲究 那什么什么新杨红吗 你去选啊 我跟你说 我就一个条件 莉莉 将来她是跟谁结婚 她回不回成都 跟谁生孩子 这个事你一句话也不许说 等莉莉醒了以后 莉莉自己说了算 你什么意思啊 那合着就是 我全错了 是不是啊 那你当初你干嘛去了 我错了 我让莉莉回成都的时候 你干嘛来着 我逼他们从上海买房子 说你干嘛去了 我操心操力的 为这个家的时候 你又干嘛去了 好啊 我都错了 你想离婚是吧 那咱们就离呗 离就离 谁怕谁呀 但是我告诉你啊 你的条件我不同意 你不同 我也不同意 莉莉 你没事吧 莉莉 你急死麻了 妈 嗯 一下妈妈和女儿都离婚 会交坏小朋友的 就说你问你爸 你爸提出来的 好吧 妈 好 妈 吃去给您看 好好呀 我老婆是个女儿 长不太好想你 太可爱了 悟空 悟空 莉莉醒了 干什么呀 武功是我女婿 对了 莉莉 我跟您说的事啊 说是抢救你的时候 武功一再地跟我说 要保大人 要保你 好了吗 叔叔 你把箭头对着莉莉吧 好好好 莉莉 你放心 大夫说了孩子非常健康 我给你看一下啊 三斤四两 四十三厘米 你看 她是不是在跟我招手啊 是 是在跟你招手呢 多可爱呀 怎么突然呢 真打过去 哎 刚刚怎么回事啊 莉莉 丁丁有救了 大夫说 鸡蛋性的配性无合度 达到了百分之五十 丁丁有救了 又有救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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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救就好 我闺女做了大好事 我还要看宝宝 大夫 爸 爸爸不哭啊 爸爸来了 大衣裳钱了 没有没有 爸爸不哭啊 爸爸 我就看你最近睡眠不是很好 我进来给你送一些安神的布鱼 马上就走了 谢谢啊 没多少钱 谢什么谢 婷婷怎么样了 快手术啊 医生说 情况还挺乐观的 宝贝 他算正是需要人的时候啊 我知道 我就是过来看看 看能不能帮你什么 我马上就走了 你早点休息吧 宝贝是不是饿了 等一下啊 那个奶瓶子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睡着的时候我过来过 我知道放哪儿 乖乖乖乖乖乖 乖乖乖乖 马上就好了 可以可以可以 我都可以啊 来来来来 宝贝宝贝 来 哎呦 来 来 宝贝 来 乖啊 哦哦哦 来来来来来 乖奶奶啊 来来来 哦 来 出来宝贝宝贝 好嘞 哎呀 你这房间通过风了没有 通风啊 哎呀 每天开着窗户通风啊 这样对宝宝对你都有好处的 哎呦嘞 白哥哥 哎呀 要是有卫生需要打扫的话 随时通知我 啊 我来帮你打扫 免费劳动力 不用白不用嘛 哎 谁拿你当免费的劳动力了 哎 哎 宝宝这个月体重怎么样 嗯 今天长了二十三克 你看 这不就把欠下的补回来了吗 是不是 对我是关心过 但是我没别的意思啊 我就是关心宝宝的健康 宝贝宝贝来 拜拜 你是不是 跟着医院的爸爸培训班上过课了 你 被你看出来了 宝贝儿真棒 医生早上查房的时候说 让你先生跟着去山上课 下午转头回来就说 你老公学得挺好 明月钱吗 我想如果有妈妈培训班的话 你应该比我更好 吃饱了吗 既然学了就继续吧 别搬土耳飞 嗯 嗯 嗯 你 下部书 嗯 想好写什么呢 哎 我最近哪有时间想这个呀 没想 你上一本书里面女主角叫什么呢 这儿 林星星 哎 好土的名字啊 还不是因为我想起来一句话 你怎么不去要星星呢 嗯 感情人的写本书就是为了书发布满 哪有 我只是想到林星星自己就是星星 那就不用去要星星了 有宝贝儿 是不是困了 来 睡觉觉了 来 睡觉觉了 躺着 躺着啊 行了 我就不打你了 早点休息吧 我走了啊 你看有个咋子 啊 你看 这两天 我也没睡好觉 我妈跟着也怪折腾了 如果有人能够把握手 倒是也挺好的 好啊 好好啊 那你放心休息好了 我来照顾宝宝啊 宝宝不哭了啊 我来照顾您好不好 来来来 那有沙发 你要是累了你就可以在那儿睡 好 好 好嘞 宝宝不哭了啊 爸爸一抱就不哭了啊 来来来来 宝宝宝宝宝宝宝 来 inquis 宝宝宝宝宝 妥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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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cense 乱… 乱 乱 爺 我不怕疼 对 所以呀 要想当男子汉 就不能怕做手术 其实这手术一点都不疼 等你做好了手术呢 就回家上学 和小朋友一起玩游戏 还能跟爷爷出去玩 给你买好顿好顿好吃的呢 好 所以呀 丁丁 不要怕 一定跟医生好好的配合 爷爷 你是男子汉吗 爷爷当然是男子汉哪 你忘了爷爷不是当警察的吗 那坏人见着爷爷撒腿就跑 爷爷 我会死了 不会 不会的 我也不想死 爷爷 我终于醒过来好不好 好 太好了 一定能醒过来的 爷爷 你得少吃肉 少吃肉 为什么 爸爸说你有高血压 高血压就是叫手吃肉 爷爷 您冷了 您得保重身体 放心吧小孙子 爷爷不会死的 这可是你说的 那咱们拉钩 拉钩 好 拉钩 胡公 你爸在跟丁丁干什么呢 你让一下我看看 林飞 你说丁丁会没事吧 这孩子 短短就只过过一天 从小闹觉就少 还会仔细洗衣服洗被子 这么好的孩子肯定服大命贷对吧 你能不能不说话 林飞 你来 妈 妈 林飞 对你嫂子好点 她不是我嫂子 她是能好好照顾孩子 丁丁也不至于遭这罪 行了 孩子生病了 最着急的是妈妈 你看看她 都什么样了 疯疯癫癫的 要不我去帮你劝劝她 妈 别添乱了 我这不是好心吗 好好好 我闭嘴 我闭嘴 丁丁啊 丁丁要见你 清姐 东阳 你们一块儿进去看看吧 那我呢 你儿子说 你儿子说 他给你准备好了一个惊喜 让你最后一个结局 我 我儿子叫了东山 武功 我收拾床都化了 你原先能给我补个床吗 亲爱的 你帮我补个床吧 丁丁从来没有看到过她妈妈那么丑的时候 都是你做的 都是你做的 丁丁 小姑姑的 嗯 姑姑好 美女好 你的香水可真甜 你情长高耳 长得也漂亮 你看眼睛这么大 皮肤这么白 你这长大了得迷死多少小姑娘啊 我们东阳小的时候也这样 可是啊 越长越丑 妈 这些事能不能回去再说 好啊 你们要是马上给我生一个这么好的大孙子 我保证一句废话都没有 妈 好好好 我闭嘴 姑姑 嗯 你要是生了小宝宝 你还会喜欢丁丁吗 姑姑还年轻呢 姑姑不着急生小宝宝 等丁丁长大了 姑姑再生宝宝 好吗 美女 可以吗 可以 丁丁 你好好养病 等你好了 我请你去迪斯尼乐园 上海的刚开了 你好好玩到时候我买单 好吗 谢谢美女 姑父 嗯 在呢 你 你要对我姑姑好一点 你为姑姑好 等他丁丁也对你好 放心吧 丁丁 我对你姑姑好着呢 骗人 我见姑姑姑哭 她跟爷爷说 是被你气的 好好好 那以后我姑父改正啊 这孩子 性格珍重 美女 也 在呢 你也要对我姑姑好一点 必须的 你保证 我保证 姑姑 你也紧张悄悄 我跟你说 好 那我们先走吧 丁丁 再见啊 再见丁丁 行 嗯 说吧 不是有事要跟姑姑说吗 我不好意思 跟姑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怕我说了 你骂我 那你是不是 办了什么坏事了 我在学校 犯了一个小错误 没关系 做了错事情 只能改就行了 我在学校 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学习没我好 上次测验考试 我帮他作弊了 姑姑 你能帮我 去告诉老师 这是我的错 是我错了 丁丁啊 认错这种事情呢 姑姑帮不了你 我觉得 等丁丁好了 自己去跟老师说 好吗 嗯 亲家 你这个大孙子 可真懂事 是个人精啊 大夫怎么说 手术有把握吗 妈 我先送你回去吧 我在这儿陪你们吧 你不是累了吗 好好好 那我走了 有事给我打电话 好 好 这个你拿着 我嘴不好也帮不上什么忙 拿着别用 不用不用 真的用不上 都是亲戚 干吗那么客气啊 用不着最好 用着了就算你借我的 东阳送我走吧 爸 那我们先走了 一会儿再过来 好好好 再见啊 爸 东阳和我婆婆呢 东阳送她回去了 这是你婆婆刚给的 都是给丁丁用的 我说在这是给丁丁看的 你颜银